我一定要给你们按钮 我买过好看又舒适的健身服 我觉得运动的时候穿的好看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为整个人都会自信很多 然后在运动的时候也会更开心一点 更主动一点 因为我平时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太爱运动的人 但是我坚持健身也有五年多了 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真的太爱吃了 所以需要一定的运动去维持一下身材 那首先说一下我买过这么多健身服的一个发现 就是裤子这种运动常库一定要买专业的运动品牌 像我其实也买过很多淘宝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要路巴巴一些工厂店的裤子 它们虽然真的很便宜 然后有一些款式很好看 但是它们穿上身的舒适性和对你整个腿型的塑形效果是没有那么好的 我觉得那些裤子对身材要求特别高 要么就是你要腿很瘦 然后你的腰也要很细 如果你肚子上有一些肉 它们的腰这个位置都包裹性很不好 然后也会显得你的臀型非常的丑 那在我买过裤子里面我发现了三个我自己最喜欢 然后穿起来我觉得最舒服的品牌 它们在我心目中的排名是这样子的 首先是Lululemon 然后是Maya Apti 然后是VFU 这三个品牌的价格也是从高往低的 先来说Lulu吧 Lulu真的是没有平提 买过那么多裤子我觉得真的是最耐穿 然后穿起来最舒服 塑形也是效果最好的 真的就是Lulu 在我这几套穿的都有三四年了 尤其还是我怀孕的时候都有穿的 Lulu家的裤子虽然是贵 但你看它洗了那么多次 还是质量很好 我们不会说显得旧旧的样子 我买的这几套都是那种比较基础的色系 但是今年Lulu也出了很多新的很好看的颜色 像紫色 蓝色 奶茶色这些 我一开始会因为Lulu没有那么多好看颜色去买了别的品牌 但是如果说Lulu出了这些新的颜色 那我还是很想买它 其次呢就是Maya Apti的裤子 它们的裤子从面料上来说 我觉得比Lulu还要柔软 而且非常贴富 但是呢它的塑形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像我买的这个粉色 它穿上就会有一点点显胖 但是这裤子我在怀孕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穿 因为它真的很柔软很天赋 然后还有做一些Platty 或者是瑜伽 这我们伸展比较大的动作的时候 穿这个真的是比较适合的 WIFE U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主板 因为它们家的性价比我觉得真的很高 不论是款式设计还有面料上来说 真的各方面都很好 在我现在身上的这条裤子也是WIFE U它们家的 它们家的裤子是塑形很好 包裹性很强 会显得你的腿型非常的好 然后还有像腰腹啊 臀这些位置都非常的贴身 而且它们家颜色都很好看 从价格跟性价比上来说 它们家裤子真的就是完美 但是呢它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就是它的腰腹的这里 它会很容易卷边 特别是我在做一些卷腹的动作的时候 可能它的面料相对来说 因为比较素形的硬挺一点点 所以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它这里就会卷边 就会有一点点不舒服 像变成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有点小肚子吧 我不知道其他人穿这个牌子 裤子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我就是会久 但是像这种运动内衣啊 还有运动的上衣 对我来说不管它是淘宝店 还是一些专业的运动品牌都没差 甚至淘宝店的款式要好看很多 像我这些穿的比较多都是淘宝店的 我之前有买过Lulu他们家的这种运动内衣 买过好几件 但是只剩下这一件了 因为好多都被我扔了 我不懂为什么我买过很多运动品牌的运动内衣啊 还有运动上衣 就是非常的不耐穿 多洗几次它就会变形啊 然后我整一件看起来就就 就没有再想要穿它的欲望 而且它们款式来 上来说真的没有一些淘宝店多的好看 包括我买过My Etic的运动商品也是 就是多洗几次 它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好看了 所以我现在就决定了 运动内衣啊 上衣这些都是我们淘宝店买 因为价格更实惠 然后你可以经常换来换去款式 有新的出来了 你就再买也没有那么心疼 首先运动内衣呢 如果你是高强度运动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VFU他们家的 性价比真的很高 而且呢他们家的内衣啊 都是这种不差垫的一体式设计 你就不用担心说扔到洗衣机 然后整个棉片会跑出来 然后它就会变形 真的非常方便 特别是这种背心式的 如果你不想要露那么多 你就穿这种背心式的非常方便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运动内衣 是前拉链的设计 穿脱也是很方便 然后它这边有个暗扣嘛 就不用担心说会露 真的质量都很好 这个款式其实My Etic也有 就是相当于它的平替吧 我觉得My Etic都有买过一件这种紫色的 那像这个就是穿了很多色了 我感觉它就是变得有一点点旧旧的 所以还不如买个平价的 你换起来被我那么心疼 还有两家买最多的淘宝店 一些刘米根诗勾勾勾勾感 我现在身上的这件运动内衣 也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款式真的都很好看 然后颜色很夏天很少女 这让我觉得都是还OK的 但是呢也比较挑款式 我经常是买一半退一半 然后他们家的长裤 千万不要买 真的就是很挑腿型 但是呢我有在他们家买过这种 旗型户 有一条黑色的 还有一条这种蓝色的 都非常好看 相对来说它的面料会更好 就是更塑形 然后也更贴身 更柔软一点 还在他们家买过这种 很纯玉风的运动裙 它其实这里面是有 暗藏的这种短裤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款式 有一些甚至是 你可以穿出门的程度 就不一定是运动 还可以穿出去逛街都可以 还有买过一件 这种香绿紫色的运动外套 这辆还可以啦 主要是颜色真的很好看 还有这家叫做 元气女孩余家店的 我比较喜欢他们家的 这种运动外套 它的面料贼舒服 不知道是什么棉做的 真的是穿在身上 超柔软超舒服的 很天赋 然后它的款式 我觉得也会比刚刚那一家 就是更加修饰你的腰身 整个版型会好一些 还有买过这种运动上衣 长款的 比较适合在冬天啊 秋天的时候穿 但他们家的裤子 也是千万不要买 真的贼一条腿线 所以一点都不舒服 他们家运动内衣的话 我也买过一两件 但是那天拿去洗了 还没有干 这道也还行 但是也比较挑款式 而且要买大一个毛 不然会有点牙胸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